你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 但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辛吉 你太过分了 说什么一辈子都再也不想见到我 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有多伤心 对不起 敏慧 我知道你不告诉我真相 是怕我受不了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比我还难受 我不该对你说那么刻薄的话 更不该跟你分手 是我小气 是我糊涂 你既然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回来了还要欺负我 其实 其实这五年 我一直努力地想要忘了你 可是我做不到 谢谢你一个人把权权生下来 并且把他照顾得这么好 你经历过的磨难 一定让我无法想象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那样对你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 但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对不起 因为我的固执 让我们浪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我现在突然相信 命运的每一个安排 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错过的这五年 也许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为了让我们 能够看清彼此的心 对不起 这个 这个你还留着 五年前你走的时候摔坏了 我找人把他修好了 向日葵的话语 是期待重逢的爱 只要两颗心 不曾离开 总有一天会相遇 昨天你问我 是不是喜欢你 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 不言自明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想 郑重地告诉你 明慧 我 你谁啊 陈家俊 藏母男朋友 你怎么会 你要干吗 我问你 五年前苏天真的只是死于大巴车意外吗 是不是你在最后一刻为了黄鸣 抢自他面前下了车意 也抢走了他奢华的机会 死的不应该就是你对不对 是你害死了苏天 是你害死了王姐 我的亲姐姐 亲姐姐 帮我 这个那种 intended protects 现在